清農返乡奋斗加上智慧科技农业的辅助 展现出令人惊讶的收获成果 早期采用冠型农法的新锐文旦幼园 在第三代邮政委返乡决定改采有机摘种 过程很辛苦 不过去年结合了阿规维气候智慧科技农业监测系统 不只节省了97%的灌溉水 产量增加了2成5 而粮果率也从5成提升到8成 让坚持有机摘种的年轻农友更加坚定 也更有细心了 我们一起到他的文旦幼园去看一看 来到新锐文旦幼园大批工人在席选分装 要把一箱又一箱的文旦幼包装运销出去 第三代幼农游政委兄弟三人和爸爸游胡心 一起赶工要在中秋节前 把辛苦了一整年摘种的有机文旦销售出去 回想从冠型农法道决定加入有机耕作 第二代幼农游胡心说这是一个相当辛苦的过程 说是我这个大儿子回来看的 所以说他提议说要做有机 我是说你要做有机是可以 问题是要有人管理 你没人管理的话 我说这样子的话我忙不过来 对这个农他是完全外行 所以说他就一直往改良场 前省的改良场 只要有上课他就去 一直上上到最后 他就拿到我们花蓮县的百大青年 然后他这样子他就比较有信心 所以又几千了就给他去管理 八年前转座有机 不只人要适应 土地和果树也要适应 前几年产量从冠奇农把销的三十六万斤减小 到只剩下一半不到 去年第三代幼农游政委接受了阿龟维气后 智慧农业科技的监测系统辅助 意外的提高了两成五的产量 良品率也从原本只有五成提升到了八成 今年跟去年比起来的话 我们在两国的这个粮域上面的话 至少有八成三 相较以往都大概只有五成左右 就是有很多的差异 当然就是除了就是监测系统之外 你的可能配备管理这些占有绝大部分 但是你人为的精准控制来讲的话 它可以让我们在管理的作业上面的时候 可以用更精准的一些数据资料来辅助 就是我们需要用多少的这些肥料或是管理方式 去做进行管理 跟着智慧科技农业达人走到了文旦园 看到几座土壤监测器和微型气象站 没想到这几只小东西24小时的监测 就可以提供文旦生长最佳的环境指数 就是在这一整区3.6公尺 然后这里本来就有喷罐的设施 但是因为每一区的土壤状况不一样 所以它就会需要知道说 每一区它土壤的含水率是多少 然后什么时候应该快开这个灌溉系统 所以我们就在10区每一区都买了一支土壤感测器 然后每10分钟一笔去测量它的土壤的含水量 它这边就是会有一个 你看从这边下去土里面有一个土壤感测器 在这个管子里一路延伸到土里面 那这个感测器它可以接受到土壤的含水量 然后土壤的温度跟土壤的电导度 那电导度跟施肥有关 然后它每10分钟传一笔 我们在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资料 那这些数据对农民有什么帮助 像这边的话农民它过去的状况就是每一区的土壤不一样嘛 那所以导致 因为过去它都是每天晚上它就是定时的开 我可能晚上几点晚上十二点开到早上六点 早上五六点这样子 那有时候它就会发现有些地方不错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水就灌太多了 它的根泡在水里面其实会有点燃掉变得不健康 所以他们要判断的就是到底这一区需不需要管改 如果需要的话那我再开启 那如果它已经是到在一个这个文旦 文旦幼的这个树它是健康的状况 我就不用再开水了 就随时让它保持在最适合的这个土壤的湿润的状况 转说有期八年了 游胡心说都是在赔钱的状态 不过儿子坚持以友善环境方式要做有机农业 也愿意采用智慧科技农业的技术来协助 今年看到良好的产能成绩 让父子四人更加坚定也更有信心 接下来就是销售问题 幼龙表示确保品质分级包装品牌建立 寻求国内外的销售管道 要让主妇胡心水在42年前种下第一颗文旦的果园 可以一代一代继续传承下去 节旅会瑞香报道